大家早安大家好 那现在这个时间我们正在里面做一个协商的动作 那台联我们一定是反对合一厂来重启这个启动 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民生命安全的问题 这已经不是只有钱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们台联会用生命 我们等一下会用最大的力量 虽然是说用协商的方式 但是我们会用我们所有的力量 我们协商一票 民进党一票 国民党一票 这样子如果我们有两票对一票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坚持到底 我们会胜利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跟大家致意 然后也会说 我们站在保卫人民安全健康生命财产 这个部分合一厂启动 我们是绝对不同意的 我们绝对反对到底 谢谢 各位记者先生 女士们 大家好 大家早 希望大家要同心协力 不要让台湾成为下一个辅导 合一厂是一个最糟糕的厂 它是世界排名第一危险的核电厂 现在的核一厂更加危险 它是它的蓝纳棒出问题 它的炉心也出问题 冷却池也都爆满了 合一在今年的12月将要提出除疫计划 万一发生什么问题 蓝纳棒无法退出 它怎么继续进行发电呢 这是一个当今最危险的一个机组 全世界从没有这样的案例 退屋可退是 包括美国的NRC的官员都说 这是一个非法的启动 原来是台电的门审 它没进到它的责任来保护人民 只是为了它的利益 建设台电的研究案 包括台电的工程 这是一个关关相互的一个 台湾的核电的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是 希望能够立法院的助攻能够 听进我们的话 合一绝对不能重启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 我们要恳求大家 社会大众能够齐心来反对 这不必要的核能 因为蓝道素的无解 它是四季之毒 是百万年的毒品 这样一个无解的核威药 我们还继续使用 我们大家要对还是要命 要命 所以我们要反对到底 我们要坚持到底 这条路虽然走下去是很困难的 红秀柱现在集结永和的力量大繁解 我们反合的力量渐渐消失 我希望借入今天的开始 我们重新理解我们反合的力量 来对抗那永和的红秀柱 谢谢各位 听众台湾 谢谢 谢谢